各位同学好,欢迎各位一起来研究音乐概论 我是严瑞祥,您的主讲 这个课程要跟各位同学谈一谈关于什么是音乐 它基本上有两个基本的方向 第一个是为了分析与讨论音乐所提供 来提供一些基本知识 介绍同学们认识音乐的一些基本术语 和它的概念 那么当然第二个目标就是以历史的趋势 以及社会文化的因素为基础 来介绍西方传统的音乐 及非西方的音乐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 这个课程大致上会有哪些段落 我们大致上课程大纲分成四个段落 我们就会依次来跟各位同学来介绍 第一个部分当然讲到的是音乐的一些基本定义 什么是音乐 音乐是人类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环 几凡有人类的区域就有音乐的文化 那么音乐在历史上 以及各个不同的一个区域中 其实却有不同的意义 以及它不同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第一个单元要谈到一些本体论的一些事情 关于音乐的基本的一个定义是什么 接下来呢我们会谈到声音以及音乐的一些基本元素 音乐有哪些基本元素 通常我们想到的会是所谓的节奏旋律和声乃至于音色 这类型的一些元素 那么这是从物理的这个现象来看 以及音乐呢怎么样被记录下来 我们知道用西洋的一种观念 用所谓的记谱法 这个记谱法形塑了西洋音乐的一个呈现 以及它的一个表达 并不是所有的文化中 它的音乐都是会有记谱法的 但是你不能说它们不是音乐 那么它们的表达方式 以及表达的目标 其实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 所以呢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 接下来我们仍然会朝着以西洋艺术音乐为主导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为各位同学很快速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西方的音乐 毕竟这是我们现今这个世界 以及音乐教育之中的这样的一个主流 在音乐大纲之中 在音乐开论之中呢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认识 然后第四个单元我们也要朝着所谓的非西方音乐 以及所谓的流行音乐的一个方式来着手 大事上以上呢 就是我们对于所谓的这个课程的一些基本介绍 希望各位同学有兴趣的话能够来选读 我们的课程有我们的一个专属的网页 那么有按照我们每一周的讲课的内容有所安排 而且呢我还提供了所谓的多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网页 使各位同学呢可以按照我们课程的一个进度 来做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玩页 好比说像当大家介绍到所谓的乐器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不同乐器 他们的种种的一个状态 以多媒体的方式来显示 那么可以让同学呢 能够增加你们学习的一个兴趣 那么课程中呢还有很强大的这个所谓的关于音乐 整个音乐历史的这个过程 以多媒体的一种方式来呈现 而在这样的一个网页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作曲家 以及他们的最主要的作品 好比这里好比说这里有Moza 以及他的40号交响曲的主要的一个主题 而且呢 他完全按照这个时间边连体的一种方式来表达 你如果对Moza的歌剧有兴趣 这是他有名的Dantjobani里面的一段 重要的这个Aria永长调 呢 呀 那就是 当然在介绍音乐的同时 我们要对他整个时代背景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 有所相关的了解 在这个多媒体之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Moza的时代 当时的法国的绘画艺术 也到达了他的所谓的宫廷绘画的巅峰 Rococo的画家Fragona 他的所谓的花园宫廷的绘画 代表了当时的所谓意乐的时期 我们在所谓的音乐概论的过程中 我们一方面市场音乐 一方面要了解他周遭的 所谓的政治经济艺术的背景 我们在课程中 希望能够给各位同学 很丰富的这方面的介绍 也欢迎各位同学 一起来选课